近年移民是香港的熱門話題 除了歐美 泰國5至20年的移居計劃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生活水平低 加上氣候環境移居 而且主要城市的治安和衛生都不錯 在當地亦見到不少外國人選擇在泰國退休 其實除了專為退休人士 和產業專才而設的移居計劃 最受歡迎的10年長期居留證LTR 只要符合一定的資產要求 再加上在泰國投資25至50萬美金 即是大約200萬至400萬港元的物業 或者債券 就可以帶最多4個家人一起來 還可以拿工作許可證 如果純退休生活 不需要工作許可 一人申請5年期的ELITE簽證 只需要60萬泰銖 即是港元15萬起 除了移居權之外 還包括機場和豪華房車接送 24小時翻譯支援 醫療設施、SPA、高端高爾夫球場使用權等 比起租貴、消費貴的香港 除開每年只需要3萬元 當地醫療都很出名 不少香港人都會去泰國做body check 反映當地醫療給人很大信心 難怪每年都有很多香港人選擇去泰國 如果投資泰國房地產 就更加可以收租坦世界 曼谷最新市中心複式項目 Coutro Chula 由泰國三大發展商之一 Anada打造 因為距離Saradan BTS站 和Silon MRT Samyan MRT地鐵站 只是3至5分鐘報程 加上鄰近商場CM Pelican Donkey 和泰國第一學府 朱拉農工大學 以及實訪核心金融區 區尼西免佛只是6分鐘車程 當地銷程十分理想 留給泰國人的配額 是開售無奈已經賣超過5成 本土買家都爭註買 足以反映項目的升值潛力 項目除了有國際知名公司ASCOT 提供的酒店式管理 每個單位還有4米3超高樓底 複式單位間隔實用 景觀開揚 而全屋的家電和擺設 已經包埋在樓價內 最便宜的一房複式單位 一成首期只需要18萬港元 這個處於曼谷市中心的樓盤 它的升值和租值回報 相信會是符合移居泰國資產要求的首選 部分符合相關資格的申請人 只需要買一個單位 已經有資格可以申請10年長期居留簽證 令你可以在泰國一路投資一路享受 加上CookChurch拉 為處於曼谷市中心 集合衣食住行於一身 項目樹立在曼谷金三角的核心地段 相信吸引到不少當地大學生和上班族 主要降渡Rama 4就在旁邊 升值潛力相信會隨著曼谷持續發展 而不斷上升 在接下來舉行的泰國簽證和曼谷物業投資 講座 到時會為參加者提供物業投資 和移居泰國簽證的一站式諮詢服務 只要投資回報可觀的泰國物業 就可以輕鬆符合移居要求 讓你一邊投資 一邊享受低消費高品質的移居生活 現場還有資深專家 一對一解答各位准買家的問題 為你接下來的優質泰國生活鋪路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